提起尖椒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 尖椒也分好多种 有的颜色嫩绿表面光滑平整又大又尖 有的则是颜色深绿好像大螺丝一样 我基本上是尖椒萌 分辨不出什么样的辣或者非常辣 只记得曾经吃烧烤的时候遇到的尖椒都是非常的辣 可自己买回来的基本上都吃不出辣味 很多朋友都喜欢尖椒炒鸡蛋 这道菜做起来几分钟就搞定 不管是霍米饭还是吃面条 都是既朴素又简单的下饭菜 那今天咱们就做一道尖椒炒鸡块 尖椒收拾起来并不复杂 我一般都是先把尾巴和尖切掉 然后中间披一刀取出里面的白芯和尖椒籽 对于比较大的尖椒 那中间再来一刀切成1-2厘米宽的长条 然后再切成1厘米多的小段 这样切好后尖椒段基本都是平的 没有卷曲 炒起来味道更均匀 吃起来也更容易入口 那重点来了 尖椒炒鸡块的尖椒收拾完了 鸡块怎么做呢 今天的鸡块实际上是由鸡腿肉而来的 在锅里已经炖了半个多小时 汤汁收得很粘稠 而且里面还搭配有香菇 铁锅烧热后加点油 尖椒不用爆炒 油不烫就可以下锅 简单的翻炒几下 扑鼻的香味很快就会散发出来 有的时候会有辣味呛得你打喷嚏 我一般炒青椒或者炒尖椒 都会习惯加一点生抽 让绿色的尖椒段四周上一点颜色 看起来味道鲜美还特有食欲 由于鸡块是旁边铁锅里现成炖好的 所以尖椒里就不用再加调味料和盐了 尖椒很好熟 家里的火两分钟就差不多 千万别炒老了 炒老的尖椒或青椒表皮也都会抽屁出皱纹 此时连汤带鸡块一大勺下锅 迅速翻炒 喜欢香菇的话还可以专门挑一些过来搭配 这样再翻炒半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怎么样看起来是不是特别下饭呢 旁边锅里的香菇鸡块也已经大功告成 其实在你炒菜的时候旁边备上一锅炖好的鸡块 那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 做出几十种菜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做汤更没问题 因此我也更喜欢将这鸡块称为万能鸡块 好了今天的尖椒鸡块其实五分钟就能上桌 那关于这万能的香菇鸡块的详细做法 咱们下期继续吧 OK 插黄 ーバ